大家好,歡迎回來《芒響編輯》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3月3日星期三的早上時間三條三 生生猛猛 今節有個許樓山,還有熊仔餅,澳洲真BZ 你好,大家好,隨時珍的好 馬來西亞的大馬Sir,馬來勁 各位網友好 紐西蘭的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好了,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下言最緊要的是訂閱《芒響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沙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讚 今節就回來講這班人 哇,他們這個,只是講他們保釋 因為太多人輪著、輪著、輪著,逐個逐個講 就是由D1234567去到47 好,真的不妨不D47 數到最後D47要講他們那個保釋 那個理由,他們的辯護律師 怎麼跟他們講,這樣那樣呢 哇,講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要去醫院又說呼吸不困難了 什麼頭暈、腦素描、心跳加速 各自各啦,各自各精彩啦 那講一下那個什麼,楊雪瑩 那見她又說,哇,有個類似小片幫她寫出來 哎呀,聰明了,開始能吃東西啦 吃得多多飯啦 一晚半晚啊,你都頂不住啊 那你就不要出去 怎麼搞這件事啊,大哥 哦 怎麼做抗爭啊,就是你扎個帳幕呢 去那些什麼留守啊 露營啊 露營啊,這些露營都未必可以的啊 剛才講了啦,我們就今天三條三 三生的猛猛啦 但是這幫人就不行了 哇,都好幾天的了 好幾天就說什麼身心俱疲啊 就定怎樣啦 不過暫時來講呢 雖然我們對毛孟靜呢 大家看回我們《芒韓》哪一部很多片都知道了 我們對她的批評啦 對她的關注啦 由她的政壇裡面的政績 甚至乎 到社長特意開一節出來說她的火雞頸 就是對她的皮膚 其實都很關注 哎,厲害哦 她到現在這個時候呢 都沒有什麼在那裡呱呱吵啊 還是怎麼樣啊 就是沒有了平時的那道火啊 還是怎麼樣啊 這個真的不知道了 火雞是不是沒有了火呢 那變成了什麼呢 大家就知道了 現在你昨天的那個焦點 原來在於哪一處呢 頭一天就吃飯啦 飯盒啦 就是好像喜劇之王那樣 什麼時候有飯盒吃啊 那林卓廷 就是和梁家傑那時候都說 哎呀我年紀大了 我都是老人家了 我都肚子餓了 要吃飯了 這個整班那些辯護律師呢 我不知道啊 他們這一波呢 是不是因為OT的 嗯 或者工作量呢 被超出了他們的預期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聽到他們保釋裡面 就是幫他們當事人不申請保釋的時候呢 很多都說哎咦 啊啊啊 裁判官 我明天呢 其實就有 另一堂東西要做的 那能不能夠快些呢 就是能夠給我當事人那裡 會不會明天我不用來都行啊 還是怎樣 這樣那樣 咦 那你 哇 就是有些律師 就那時候看到 戴契斯就說 哎呀 他們很慘的 可不可以免息貸款 借著那些錢給他們呢 哇 你看這些 幫這些黃友那些呢 就是那些工作爆到 就是爆到你差一天了 或者這個 用多了一天半天呢 都不行啊 就是要多早騎著的 那昨天的焦點呢 就是第二天法庭的焦點呢 原來啊 就是什麼呢 嗯 對於這件事情呢 我想47個被告裡面呢 譚開邦是最沒有感的 就是覺得最沒有所謂的 就是有個大壯啊 劉大壯呢 劉偉聰啊 這個劉偉聰 我們遲些有一節說一下 這個其實挺悲劇人生來的 哦 在47人 這47個裡面呢 有些我們其實不太起眼的 那些小腳色呢 嗯 原來他們背後的故事呢 有些都挺爆笑的 或者都挺笑中有淚的 我們接下來會跟大家一起再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有些 咦 哪一位啊 你是 那這樣 劉偉聰呢 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他哪一位 那時候他在美股那邊撈開的 那這位大律師 嗯 黃到爆的大律師呢 有些人就可能軟走他方啦 就是去了英國的黑池啊 或者去了杜拜啊 或者去了杜拜啊 這些還是怎樣啦 那邊撈呢 那邊撈呢 劉大壯啊 那這些可以說 他們黃友的眼中 叫做逆權大壯 哇 竟然呢 現在呢 就在犯人欄裡面了 他 講了一件事就是說 他說 我已經三天 三天了 沒有洗頭 沒有洗澡 沒有換衣服了 就是覺得自己都臭 自己都頂不住自己這麼臭 如果去到這個位置 除了譚偉邦之外呢 我想林卓廷呢 都沒有什麼感的 沒有感啊 那我一向都是這樣的啦 那才有臭壺 都是臭的 很難自己會覺得自己臭的 通常是身邊的人的 沒錯啦 但是馬上講了重點 其實昨天這一兩天 究竟誰坐林卓廷的旁邊 哦 左右都不行啊 廢氣都不行啊 哎呀 哎呀 會失臉跳出來啊 這樣就不會的 可能夾住了在裡面 失臉都臭死了 可以啊 我見過一個人 就是我 很久以前呢 我在港鐵呢 見到一個人 他的腳毛 是男人來的 又不是男人 那他的腳毛多到呢 我見到一隻昆蟲飛進去 他走不出來 在裡面卡住了 多到這樣 挺誇張 對於三天沒得洗頭 還有洗澡 換底褲 我底褲都沒得換啊 這樣就很慘了 這個大律師呢 他自己呢 真真正正的 我對法庭的自便 他是幫自己 申請回這個保釋的 那他陳詞的時候呢 他竟然一開波就說了 就是剛才說了 我三天沒有洗衣服 我通過量沒有換過三天了 那就是 做大律師呢 那個新光頸嶺 所以那些什麼楊岳橋 那些很不習慣呢 就是這個意思了 是啊 為什麼呢 他可能也很少 哇 可能在家用的沐浴露 都要很漂亮 那些還是怎樣 還有好像沒有橫靜那些 嗯 那說回來 幫他自便是怎樣說呢 他說 啊 原來 瘋奪一個人的自由 會瘋奪他的衛生的 他說 自己呢 我一生都是奉公守法 為什麼 換來這樣的後果 要變成一個戒下囚啊 你暫時沒有戒下囚 其實你都是還押的 為什麼我這麼英俊 我沒有頭髮 你這麼壞就有頭髮 他很多頭髮啊 所以沒得洗頭 很慘啊 是很慘啊 是長毛來的 我就是說 我就是一個光頭的人 這個設計對白 是 三上那個來的 就是流到肩膀的來的 哇 這麼長頭髮 幾天不洗都很嚴重 還有范國威那些 因為他拿到頭這麼漂亮 你很難維持到幾天的 就是這樣啊 最初就是平時 現在我又要講一下 就是香港無線的電視劇集 就是好像萬子良呢 意氣風發的時候呢 就立了向後立的 但是呢 當他糊糕了 然後呢 就很頹廢那個樣子 應該在法院 坐回三天就會 進去的時候 就是萬子良很威的時候 然後出來的時候 就是萬子良很頹廢的時候 劉文大亨啊 so what 是啊 就放鼻孕 吊在鼻孔那裡 哈哈哈哈 那他就 他說 他拿些什麼來動之疫情呢 他說 我媽很傷心啊 見到我懷孕 是不是 我為了我見到我媽 我會努力保釋出來的 那 嗯 不知道啦 那就是那句啦 就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啦 如果你 玩到這麼盡啊 還是怎樣 你參與了 戴耀廷的35家呢 就是你們自己的 人生的選擇 是不是呢 有時候想著想著呢 就是這一宗案件呢 我看到法庭的資料 還有看到他們這宗案子的前文後 其實我想到一件事 一開波 我們當時 其實《孟空編集部》都有講過 其實啦 他們所謂的叫做 什麼35家議會過半這件事呢 是分開了兩條戰線來搞的 本來公民黨呢 也都彈過出來 說要搞這件事的 議會過半 議會過半 都是差不多的 不記得哪一個才叫議會過半 一個叫35家的 類似是差不多的 我們那個時候 在節目裡都有提過 咦 為什麼兩個都搞的 不過後來呢 公民黨呢 我不知道他們當中有什麼 協議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公民黨呢 將自己呢 都跳了進去 戴耀廷這一檔裡面 如果他們分開來搞的 兩邊 當然不可以設置兩台的 叫做初選 沒有理由有兩台的嘛 可能他們覺得 不如大教授吧 他們沒有那個政黨背景 還有那個 他們之後搞的那些什麼 什麼風雲計劃 什麼雷動計劃 什麼什麼那些的 如果基於這幫人的考量 還有也不用說他們出面去籌期 要去搞 要利用錢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可能那個 他們可以集中一些資源 和那個火力 叫做搞好初選 還有要拿那個叫做政治光環 這個機會呢 頗為大的 變相呢 哦 二分一的機會呢 如果有兩壇這樣的初選 或者 哦 公民黨有公民黨的做法 戴耀廷有戴耀廷的做法 可能呢 有一部分人呢 就不會走上了這個畢生路 那當然呢 不能說 如果什麼什麼什麼 歷史沒有如果 是的 只有冷笑 只有冷笑 不是只有教訓 現在在教訓的了 我們笑他而已 我們冷笑而已 我們冷笑而已 教訓不在我身上 你當他臭四 社長差一點 他們不是臭四 是臭四七 四十七個都臭的 這次 這裡就繼續說 那個衛生 是否會瘋奪 還是怎樣怎樣 口味又挺搞笑的 停上去 我覺得那個官都挺有趣的 他說的 蘇官他怎麼說呢 他說 因為這幫人 好像鄭伊健那首歌一樣 衝衝而來 衝衝回 我以為打開你未來 不是打開你 頭瑤又未擺飄移境界 他們整個秀儀的 立場是 哎呀 衝衝而來 衝衝回 就由勵之國又去法庭 法庭又去勵之國 還是怎樣怎樣 這樣的 剛才 辯方也都在幫他們說 咦 是呀 被告呢 連底褲 換一條底褲的機會都沒有 就因為基於這個衛生的問題 你們自己呢 為什麼談話講到這麼晚呢 你只是講一條底褲呢 都已經浪費了成九個幾字了 已經 辯方就向法庭申請 法官大人 我要申請 他們要換底褲 他們要換底褲 他們要換底褲了 希望呢 可以經過家屬呢 再 將底褲交去懲教署 就將這些 或者其他衣物 都不定底褲的 就將它交給被告去換 這樣的 就是換衣服還是怎樣 那可能空位都要換 是不是才打了幾天 回香鹹魚 哎呀 嘩真是慘 如果那些呢 換了下來懲教署 可能那些家屬都說不用了 把火燒了 燒了它 燒了它 幾天都臭了 可能只有談話幫人不用了 其實他繼續穿著穿都OK 天氣涼天口涼 現在穿著穿都OK 對褲影飛一下飛一下 全部給你那些化身 沒錯 然後蘇冠他在說什麼呢 我想有些困難 要送 就是向這些被告 送帝這些呢 要透過一般程序 那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他們要負責的 噢噢噢噢噢噢噢 然後又說 例如又要怎樣處理 這樣那樣 給個break他們 可以不可以呢 例如他們的代表律師 會對他們這樣說 然後蘇冠說 也都再次拒絕了他們 你有些創意的 這個這樣說法 但是呢 就不會批准 然後再繼續說 哇這一句呢 我覺得蘇冠已經 相當之含蓄來打他們 是怎麼說呢 嗯 他們呀 有這個既定的程序 有些事情發生了 他們 是要負責的 唉 那麼這幫人 你們自己都明白了 你們自己有什麼身世呢 是不是還這樣 當然啦 他們可以要求他們自己 例如吃飯 那些是可以的 你說 其他有些什麼 又說什麼 要換衣服 又說要換底褲 其實都差不多說完 可不可以給你們保釋的啦 差一點點而已嘛 那蘇冠也說 其實他表明了 他說 如果聽了這麼多人的 保釋的理由之後呢 他說 基本上都可以馬上 作出決定 給不給他們保釋的啦 嗯 那麼辯方呢 那麼就繼續喔 哇 只是這一方面呢 都爭拗了很久啊 他說家屬呢 會交出符合懲教署要求的衣物 也有的律師提出其他方案的 就是包括呢 被被告呢 留在懲教院 一些較長的時間 到時呢 就可以由法庭下令 懲教署 就必須要被被告呢 充個量 那數官就挺搞笑的 爭拗這個都花了很多時間 沒有問為什麼 哇 又要審了這麼晚 是不是政治打壓 是不是強行折磨他們 那數官又要想一想 哇 很難呢 去干涉這個懲教的安排的喔 是嗎 不如這樣吧 明天呢 我們遲些才開啦 那我給點時間呢 他們留在懲教院那裡 可以疏小一下 哇 到時可以集體一起洗澡 是啊 整班 是這樣的嗎 不是分開的嗎 三溫暖喔 陳志全不可以跟快必在一起 爽脆 哈哈哈哈 那個廣告 那大家也有些 汪又不明白 什麼爽脆 什麼陳志全 什麼什麼 太少聽節目了 太少聽我們的節目了 你們先聽多些節目 哈哈哈哈 哈哈 因為他們 你繼續說著 待會我找一條片出來 等大家可以聽一下 是啊 因為他們可以 在這個荔枝角這個區壓所裡面 一齊Live Live 直播 只不過呢 快好了 穿荔枝角 變成貴妃角 沒錯啦 他們可以重建這個 叫做廣告出來 在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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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只要你心中有浴詞 那裡都是浴詞 哈哈 社長可以播給大家聽 不如我們耐心等待一下 但不出名正 不說都知道 貴妃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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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充滿力量了 記不記得這首歌嗎? 當然記得了 當然記得了 我已經充滿力量了 然後有胡桃智偉可能現在才發現他們在這裡 咦?你們原來都來了荔枝閣啊? 來了幾天啊大哥 鬆了 鬆了,哎呀真是慘啊 希望不要被人打 如果荔枝閣在這個區下所被人打 不是打骨是打的,是第二種打的 就是李兆基那些,基哥那些 不會不會,懲教署會看著的 當然啦,當然啦 用手彈什麼的 這裡先說到這裡 我們回到現實的情況 就說他們今早應該有機會疏禧一下 還是怎樣 哎呀,不過第四天才有糧倉 還有要等多一晚啦 那至於換衣方面 由於蘇冠沒有批准啦 所以就說暫時呢 要底褲也要穿四天三天 其實呢 有方法的,有方法的 我教他 反轉 反轉再反轉 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是啦,反轉來底褲先穿啦 唉呀,那就淡笑啦 沒辦法啦 這傢伙 我們對於... 是呀,毛孟靜都沒有... 空迷反轉再反轉用 他要用的嗎? 不是呀,毛孟靜啊 毛孟靜他要嗎?我就說 哈哈 這樣說呢 先用語帖 哎呀,不要說那麼多 嘩,無管動 好啦,今次來到這裡 我怕恐怖變啊 我怕恐怖變啊 好啊,先吃一下 拜拜